一口解析 准备参专 现在开始分联 郭小明 赵小明 王亮 走 团政治处电教室 开什么玩笑 报告班长 我们三个一块来的 入屋前我们在电视台工作 我是摄像的 我是论音的 我是剪辑的 你不是摄像 不是录音 不是剪辑 你们先是裂编 我已经告诉你 电教室的蔡传道主任 让你们参加基层训练 别以为人家偷偷的过 等一下 高鹿林 到 工兵营伪装连 你懂工兵吗 报告 报告 等一下 上面是怎么分的 我带着新兵应该去步兵连 王小虎 徐永长 到 机械化步兵三银九连 是 终于有步兵了 朱浩 到 团后勤术农场 朱浩 难道你会中殿 会 那你去干什么 碰 入旗带家看下赌场灯 我真不知道后边会不会有养鱼的 李二牛 到 机械化步兵二银神枪手司令 好 你不想去啊 走 班长 我不住这儿吧 你哪有这么废话 我知道 你有二级处事证 趋势班全人手 去给他们改善改善 是 这 这 去 去什么班长 神枪手司令的兵 要有兵的样子 哪有这么废话你 李二牛 何成光 到 机械化步兵三银六连 是 王严平 到 机械化步兵二银神枪手司令 是 luxury 我也窗了 你们 可以 肯定网 我有话给你 东西都收拾好了 都赚你一分钟的时间 都赶 准备 啥事啊 来 准备 啥事啊 啥事你叫我来 你又不说话 何成功 你为什么直打九州 我迷演了 鬼话 你迷演了 我一直在盯着你 打最后一枪的时候 根本就是故意的 我故意什么呀 你故意打歪 故意脱把 故意让给我 我没有 你再敢说你没有 我没有 你满意了吗 你再敢说你没有 故意脱把 王衍冰同志 我最后一枪没有 故意脱把 何成功 你是故意的 我不需要你这么可怜我 你怎么没完没了啊 你需要别人可怜吗 我不需要你可怜 如果要不是你穿了这身军装 我今天能把你鼻子打下去 你信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身军装 我和你不会成为战友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打呀 继续我打呀 心里没瘦我看见你 下次再让我看见 看我怎么收着你啊 滚 是 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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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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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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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出来吗 快点 来 我们鼓掌 欢迎新同志 起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连 新来的两位同志 王衍兵 林阳刘 大家欢迎 班长好 班长好 计算 王衍兵 到 你的床在那 是 报 班长 那个是我的床吗 那张床是放印记物资用的 你的床啊 跟我走 是 是吗 你不要想想啊 我待会儿回来 回来回来 好 meine 狼猎兵 赶快收拾收拾吧 一会儿啊 咱们连队就快集合了 现在不是在新平年了 是在四连一班 这个毕章啊 就交给你了 跟你说 这毕章 可是咱们团长特批给咱们 神枪手四连的 对 只有咱们 神枪手四连可以陪戴 以后啊 你就穿米采服 带咱们的毕章 行了 快集合了 我们两个就先走了 对 赶快啊 走 粥 甲主 出去咱俩甲的咬铃啊 都抓过了 给李总 掐口搞一点 班长 你 纯实班在哪儿呢 我都在那儿吗 黑豪 那是吹实班 当然了 哎 七娘 吹实班也要这么练啊 当然了 按钮啊 神枪手四连的兵 个个都是神枪手 你也一会儿上班做错 是 班长 按明白了 走吧 是 老班长 新兵我们带回来了 班长好 按照 李二牛 我知道 李二牛 战胜紫波 好赖队去赏 你黑不见男呀 不错 你黑豪 谢谢班长 那都是老黑班长 还有俩战友帮你 血鬼低调做任人对死 血鬼干也 黑豪 哪怕你装低调呢 啊 好 别着急 李二牛 把心理防徽促 忙到参加训练 是 好 黑豪 那个 那个 你们新闻链子合成我啊 是否飞到你们一般了 别去了 去六连了 他怎么去六连呢 哎呦 关键时候 掉链子 你都不该去六连呀 他掉什么链子 这些片交给您了啊 好 你把银子 好 你看 你看 不要颤动 不要兜 不要兜 一定要温住 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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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好 坚持 来 来 墙口搞一点 你还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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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电影 早了 停 你们 interest 词 demand 木 夏 声 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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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六连好欺负是不是 您是哪个连呢 神枪守四连 报告 报告 报告连长 我应该是你们连队的 六连 什么意思 报告 报告连长我想给你看一下东西 连长 你看这有几块 行啊 两颗子弹 一个弹都过去了 一百环 你打败 好的 唐 是 怎么回事 来了 和刘 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笑话拍一下 我的兵到手 我负责 你赶紧愣 怎么回事 何生光 走 这是你的靶子 是 从哪儿蹈蹬出来的 叔叔 我踹开了心灵连藏区的门 你把藏区门给踹开了 你没见着踢着封条吗 哪来那么大胆子 我看到了 可是我 我就想知道一个真相 你想知道什么真相 说 就是这个靶子的真相 我就想知道 何重光为什么只打了九十环 现在明白了 明白 你知不知道 你要承担什么后果 离开神强守司 没这么简单的 受处分 关禁闭 好 有个性 老公 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 是 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一段现实活报 心灵连在水浪 现在居然闹痛得出壳了 混蛋 连长 支撑员 说我不对 好 说说看 你为什么不对 我没有说实话 为什么不说实话 你想把机会让给他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是什么样快说 实话实说 是这样 长点心嘛 谁需要你 你呢 把我弄糊涂了 待着 燕碧 你这是何苦啊 你以为你这么做 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的 不 谁对谁也感恩戴德啊 我们是兄弟是战友 何晨光 我不需要你对我施舍 老六 嗯 你说这事 怎么动了 你别问我 这事你得自己进 你看 你是新兵连的指导员 那两个兵是你带过来 你还是身枪手四连的指导员 你选兵有优先权 这得你说话 其实我跟你说啊 这两兵论实力 反正我觉得差不多 真的吗 没有人也 我告诉你 说实话 我最喜欢那个来闹事的 你看看 眼睛知道 自己输了扛着靶子就过来 还敢跟老兵叫碗 胆大认死理 我最喜欢就这样的 嘿嘿 那何晨光我可就 不是他带走带走 你没发现我跟他没感觉 他跟你之后 背后跟我走得更远 那还说什么呢 就这么定 康师傅那边 你放心 我来说服他 马上会吧 那你这嘴坑呢 那你也θ audience 我来说得好